哈喽大家好呀 这里是剪剪 夏天的小裙子穿搭 我终于搞出来了 今天的主题呢是小裙子哦 后面还有其他的在出 那我们先开始吧 这个这个第一件 我超爱它的这个颜色 是一个很正的宝蓝色的制服裙 里面呢可以随便搭一个白衬衣 就已经很上镜了 拍照的话呢可以加一个 复古胶片感的滤镜 超级超级出编的很日系哦 可以跟你的小姐妹一起买 要拍闺蜜照 第二件裙子真的是超级超级夏天的 尤其是里面那个黄衬衣 真的很显嫩 显嫩第一名好吗 就是里面的裙子可能有点短 要加一个安全裤才可以 裙子本身呢是不透低 但是它质量不是特别的优秀哈 这件花裙子我真的超级爱了 她真的是拍了很多照片给她 是很适合出去玩啊 然后拍照呀很上镜嘛 下面这件也是 哎呀显嫩第二名好吧 哦真的为什么有这么多好看的小裙子 我就为他们哭泣好吗 而且还能觉得我腿长手长就很不容易 这一件把它称之为小公主裙 因为它是泡泡秀嘛 裙上面呢是白色小波点 一定要配这种小皮鞋 小黑皮鞋 永远的神 还有不要忘记蕾丝高童嘛 就是搭配在一起 你就是小公主 又是一件制服裙 真的是抵挡不住她的诱惑 她这个配色太绝了 真的是就是谁看谁不迷糊呢 这件蓝色格子连衣裙吧 我觉得它吧 就是质量真的是不太好 但是呢 它的版型和颜色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可以拍照啊 因为颜色比较练满 就适合夏天 但黄色的吊盖 真的是太好看了 真的是我穿上它好鲜哦 就有点胖到身上 最后最后最后呢 是一件上衣 是一个泰式的制服上衣 颜色呢 是淡紫色 还有刺绣 我觉得搭配这种长的 或者是短的 制服裙就会很好看 是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好啦 那这次的分享就结束咯 你们喜欢吗 那咱们下集视频再见咯 拜拜